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姐妹丽哥呀 今天丽哥给大家介绍一部老奶奶为了嫁给国王无所不用其极 最后害人害喜的电影 故事的故事之两个老妇人 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度 这里的国王整天不务正眼,沉迷美色 身旁总是有美女环绕 一天清晨,一阵晚转动听的歌声传进城堡里 国王立马被迷住了 他寻着歌声走去 看到一个背影,国王不断地调戏他 可对方并没有回忆 匆匆进入一间屋子 国王认为,这位拥有优美歌声的女子一定是位美女 她是在玩欲擒故纵,便更加来劲了 为了讨得对方的欢心 国王翻出一件珍贵的饰品让世卫送去 但是美女还是不愿开门 因为躲在门后的根本不是美女 而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太朵拉 她和同样年迈的妹妹艾玛生活在一起 不愿让人看见真面目的两人 用木桶把饰品接了进来 姐妹俩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贵重的礼物 眼中满是憧憬与贪欲 到了晚上,国王竟然还亲自登门拜访 两人都吓坏了 艾玛原本想要坦白两人的身份 却被朵拉拦住了 她很享受被人追求的感觉 甚至伪装少女婴和国王交流了一番 经不起对方的哀求 朵拉答应一周后 将自己的身体最美的一部分展现出来 只是,两姐妹都年老色衰 为了尽可能掩饰自己的身体 朵拉决定只展示一根手指 国王听后满心欢喜地离开了 往后一周里 朵拉在自己的手指上下足功夫 涂涂抹抹,还用不精心包裹起来 但无论她怎么努力 都无法抹去岁月留下的痕迹 她的手指不仅没有变得光滑 甚至还溃烂 这下该如何是好 眼看国王已经到了家门口 情急之下 朵拉发现妹妹的手指是光滑的 急忙利用她的手指来应付 国王一看到如此光滑的手指 爱得不行 立马要求朵拉展示更多 朵拉没办法拒绝 只能提出一个要求 两人见面时不能有光 但即便如此 皮肤上的皱纹还是能被摸出来 朵拉只能让妹妹帮自己把皮肤 用胶水粘起来 尽量显得光滑紧致一些 很快 到了两人见面的日子 国王满心欢喜地宠幸了 自以为是美女的老太太 直到深夜 她忍不住点燃蜡烛 想一睹美女的芳容 才发现在自己身边躺着的 竟然是一位老太婆 国王龙颜大怒 感觉身心受创 下令士兵 把朵拉从窗户扔出去 但幸运的是 朵拉身上裹着的被子 挂在了树枝上 让她捡回了小命 与此同时 一位女巫路过 她不仅把朵拉救了下来 还给她喂奶水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得了奶水的滋润后 昏睡过去的朵拉 返老还童 变成了美丽的少女 很快 国王打猎经过 看到了变身后 拥有神仙般美貌的朵拉 色心不改的她 决定要娶朵拉为王后 马上就要开始 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了 朵拉没有忘记妹妹 派人给爱玛送去一套礼服 邀请她来参加婚礼 婚礼上 爱玛看到蜕变后的姐姐 心里很不适滋味 她也想生活在王宫中 嫉妒万分的她 逢人便说 王后是自己的姐姐 还不断纠缠朵拉 说出自己是怎么变年轻的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赶紧把妹妹打发走 朵拉只能谎称自己割了皮 爱玛信以为真 隔天来到街上 找人帮她割皮 但大家都认为她有病 拒绝了 最后 爱玛找到一位磨刀匠 用身上的珠宝 换取她为自己割皮 试图用这种方法 恢复年轻 最终爱玛确实 退掉了满身皱纹的皮肤 但是外毛反而变得更加猙獰 浑身疼痛不堪 她带着一身血 走向王宫 路上的人纷纷避而远之 最后爱玛倒在了宫门口 躲来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段时间后 她身上的巫术开始消散 皱纹慢慢冒了出来 只能慌张地离开王宫 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 月初缴息 缴人聊息 书摇揪息 劳心敲息 爱玛之心人皆有之 只是我们没有方法 可以真正阻挡 岁月侵蚀自己的身体 能做的只有坦然接受 和在有限的青春里活出别样的精彩 如果费尽心机追求外表的美丽 最后可能会适得其反 好了 本期推荐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力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